来一个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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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外出啊 和中信特工篮球队一起下场比赛 孩子们全神贯注 在球场上奋力一搏 其中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董事长 郭仲亮也带着明星球员 和学童们来场友谊赛 炒热现场气氛 5 3 2 1 台湾竹梦 在地行动 请接盘 游安乐区内辽理社区发展协会 与中信慈善基金会 合作打造的竹梦基地 在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 及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 郭仲亮 立伟蔡世英等人 共同主持节目仪式下正式落成 将给予孩子放学之后 多一个陪伴照顾 小朋友的成长 如果在一个不完整的环境 或是没有人照顾 往往它的方向怎么走 我们是无法掌控 何况它有时候是处于被动的 那在这一个情况 基隆尤其以内辽这个地方来讲 对基隆来讲算是最偏远 我们隔壁就是万里 这边下去就是外幕山海岸 所以在这边相对的资源跟其他相对的少 那同样的一个家庭要照顾孩子 他本身的工作能力跟相关就必须在某种具备的程度 那相对这些 因为有些家庭 他为了维持这个家庭 必须更努力 所花的时间更多 可能就把小孩子陪伴的这个时间就疏忽了 那我们非常感谢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这边 发起了这个所谓的竹梦基地的这个计划 就在社区 我们如何去陪伴小朋友 如何去照顾他们 从放学 甚至于还没上学 他们平常的互动 从玩耍开始到学习 到如何跟志工们的互动 以及看大人们 甚至也是都他们的学习对象 那在这一个的有计划的陪伴之下 我想对小朋友的成长 往后的方向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就像台湾梦计划推动资金 今年迈入第八年 据点遍及全台28个社区主梦基地 累积照顾与陪伴超过70万人次 偏向孩子 顾董事长感谢市府 社区发展协会一起努力 让孩子们走正确的路 这个台湾梦呢 不是我一个人用 不是中国信多的梦 这个台湾梦是什么 这个台湾梦就是要 圆这个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为什么要 离开自己的家 离开家乡 然后要到外地去工作 他为什么要工作 拼命要工作 就是他希望能给他小孩 好一点的条件 就往往这些爸爸妈妈 都会碰到一些困难 所以变成很多小孩子没人照顾 所以我是要圆他的梦 希望他们去到外面 帮忙的时候 在家里 有人可以照顾他的小孩 台湾梦是这样来的 那有梦要有计划 不能只有梦 所以这个计划就是 最重要就是这两个字 陪伴 我们的小孩子呢 需要人家陪伴 我想 我想 吃 船应该没什么问题 最缺就是个陪伴 那 要执行这个计划 要有人 所以我是第一个感谢 大家的共同的努力 我只是起个头 慈善基金会 帮助更多社区的小朋友 来做陪伴 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尤其是我们第一个 在基隆推动的是 赌南社区 第二个推动的是 内疗社区 那这两个社区在基隆市 都是属于比较边陲的区域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 虽然是比较边陲的区域 但事实上包括过去很多人 在这个地方都在努力 那包括赌南社区这边 包括今天我们来到的 内疗社区 包括当之前的前后任的理长 像我们洪生有洪议员之前 也是这边的理长 那或者现在的 前后任的理事长等等 那或者是说 有许多的企业支持 那我还是非常感谢 中国信托13基金会的 推动支持 我觉得他们的推动 不是只是给你一笔钱而已 他是给了你钱之外 另外还有陪伴的老师来陪伴 是真正的扎根地方 那当然这个扎根的过程当中 也需要我们在地人士的 志工的共同参与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内疗社区里长这边 大家一起共同的参与 让整个的扎根计划 能够落实 那扎根计划越落实 就如同我们许多人所提的 一个孩子都不能放弃 内疗而上 竹墓基地的落成 不仅社区志工全新投入 社区发展协会 更是重要的推手 大概从109年7月1号开始 那今年是我们7月1号的话是第三年 那我们是以社区的孩子 是大家的孩子为一个理念 帮助陪伴更多的孩子 然后在课后帮他们 就陪伴他们吃饭 然后陪他们 我们会有一些课程 然后让他们参与这样子 主要是陪伴他们 到8点多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开心 也等了一年 因为本来我们是去年的 去月就要挂牌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就是延到今年 那当然就是 很多各界的善心人士 来帮助我们这个基地 有差不多六十几位小朋友 接受过台湾梦基地的 一个照顾 那么我们都知道小朋友 弱势家庭的小朋友 在家里 如果没有大人陪伴的话 他的行为容易偏差 容易偏差 那么我们这个台湾梦基地呢 所以主要就是 陪伴所有的小朋友 让他们在这段时间呢 能够安心的 在这边受到自贵们的照顾 他们的行为才不会偏差 那么我们有安排 非常丰富的一些课程 包括生态 教学 环境 那所有的小朋友 除了在这边受到照顾之外呢 也能够学习一些课程外面的一些知识 所以我们台湾梦基地呢 是将社区的小朋友 当成是自己的小朋友在教导 透过社区的力量 帮助社区孩子 在课后得到陪伴 提供多元的在地课程 和阴阳的餐食 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变得更有自信 更有梦想 记者 黄少铭 吉隆报导 等下 您景悟约 也设计